在二戒疫苗刚刚推出的时候 我都拍过视频讨论过 值不值得打这个疫苗的 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有得打 香港也有得打 很多人就会问究竟应不应该打这个二戒疫苗 有没有好处呢 这个疫苗基本上现在差不多建议所有人都要打 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呢 最初美国政府和药厂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 想弄一个新的疫苗出来呢 主要就是说在最初Omicron出现的时候 因为Omicron的变种比较厉害一些 很多人都担心这些新的变种疫苗 会令到只是针对元祖病毒的疫苗失去效果 所以药厂就去做一些研究 当时最初Omicron出现的时候就是BA1 就是最初那种Omicron 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了 他就针对Omicron做了一些研究 就看看人们之前 比如打两针三针 针对元祖病毒的疫苗之后 再打元祖病毒的疫苗 那当时的药厂研究发觉呢 就是打了新的两架疫苗呢 那针对Omicron的抗体呢 是高一些的 就是比起你打原本那种mRNA的疫苗呢 那个抗体反应是会好一点的 就是说那个抗体是不是高很多呢 那又不是高很多呢 比原本的疫苗呢 就大概是1.5倍 1.75倍 就是两倍都不够了 那你说这样也好啊 高了就好了 就是可以针对新的病毒了 其实呢 又不是这样想的 通常要高很多 那才有那个明显 在临床上面 就是在实际环境里面 是看得出有个分别了 就是说好像你 你可能有身家100万 那你旁边的屋那个人呢 就有身家150万 那他明显是比你有钱一些 那他也不会住半山沙发拉里的嘛 你明白吗 就是说意思呢 实际呢 你两个呢 可能都是大家都去白街买菜 都是去坦仔吃米线 那样的意思的 你明白吗 就是虽然说他比你多钱 但是实际呢 其实是没什么分别的 那其实当初疫苗推出的时候 那条片呢 我都讲过这一点的了 好啊 那讲回疫苗了 那就出了这样的研究之后呢 那美国的FDA CDC当局就觉得 啊 都挺好 有上升啦 那这样就做啦 那就答应了 就帮药厂买很多剂这些疫苗 帮美国人打这样 那药厂就做疫苗啦 但是很尴尬一件事呢 到了他做疫苗的时候 就是今年年中左右啦 那做疫苗的时候呢 就B.A.1呢 已经被这个B.A.4和B.A.5取代了啦 那变成了呢 如果药厂做B.A.1呢 那到他推出的时候呢 就很尴尬啦 那就是很难说服一些人说 啊 就是我现在又帮你打B.A.1啦 那这样 那现在流行的可能是B.A.4 药厂就做了一个决定呢 就是说我做疫苗的时候呢 我就不做这个B.A.1啦 我就直接做B.A.4和B.A.5加上元祖病毒的这样的两架疫苗 今天大家可以打到的二架疫苗就是这种啦 这些针呢 就能够针对元祖病毒 又能够针对Omicron的B.A.4和B.A.5的 那但是大家留意哦 药厂做这些疫苗的时候呢 是没有在真人那里有数据呢 就知道在人里面呢 这种疫苗是安全有效的哦 那当然疫苗它只不过改一改MRNA而已 那你说是不是跟原本 那就是B.A.1的 针对B.A.1的疫苗分别很大 其实都未必说分别很大 就是总之呢 就未在人那里呢 就真实试验过 那今年8月呢 就开始呢 就真的有一些在真人那里做的研究呢 看一看 它打了这些新的两架疫苗 结果呢 就发现原来没什么分别哦 两者呢 的抗体是有升高的 但是升高呢 都是差不多哦 那原本的想法呢 就是说 它抗体升高了 就是1.5倍1.75倍都好啊 应该都可以呢 保护一些轻症啦 那但是现在这些新的研究出来呢 就发现两者 就是打旧的疫苗 打新的二战疫苗呢 对于呢 抗体升高好像都没什么很大帮助 防轻症呢 可能都是效果都是 就是打普通原本的疫苗呢 没什么分别 那至于防重症方面呢 其实一向那个疫苗呢 到现在都仍然很有效的哦 那就是说 你当初打了两三针原本的疫苗 那这样计算吧 应该你的身体基本是健康的 那年纪不是很大啦 那说比如说75岁以下那样计算吧 那其实你打了那三针 那MRNA疫苗呢 那你都应该就相当 well protected的啦 就是说患了COVID的话 你就是入院啦 或者真的就是严重啊 那个机会呢 已经是低了很多 新的疫苗呢 最初的期望呢 就是它减低轻症呀 减低这些新的变种病毒呢 那传染应该有些效果 有些研究都说它是有些效果 不过可能都是很短暂的 其实你打 持强剂的话呢 那你打旧疫苗 打新疫苗呢 都好 那两者呢 其实都安全 那不过呢 打新疫苗呢 就不是真的特别好 过旧疫苗那样的意思啦 那但是美国政府呢 就那个指引呢 就很奇怪啦 就是FDA 首先呢 它就取消了原本的疫苗呢 就作为一个加强剂 打了两针之后 第三针叫加强剂嘛 那第三针呢 就不准你再打这个 以前那个旧疫苗 一定要你打新的这些 这样的二戒疫苗 那我刚才这么说啦 如果你说你年纪不是很大的 又没有说就是免疫系统 真的有些严重的病 那你其实打了三针 那这样说呢 就应该都叫做很 protected啦 那你说是不是一定要打 这些这样的加强剂 一定要打这个二戒疫苗 那一路打下去呢 那其实都有一些伤痕 因为他可能你打了 他都好一点的 那但是呢 好的程度就不是很多啦 是不是真的要一定这样打呢 其实就很难说啦 那但是就是CDC呢 很快就建议呢 就所有大人都应该打这个 这样的加强剂 那跟着呢 那你呢 那你呢 就把这个建议呢 就扩展到五岁以上的 小孩呢 都应该打这个加强剂啦 当然呢 我就不是说这个新疫苗 有什么不好的 其实他都应该是安全的 看不出有什么不安全的地方 那但是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需要呢 就真的 就是我觉得CDC的做法呢 就不是真的很合乎这个医学的原则的 最惨的一件事呢 今时今日 比如在美国那样计呢 B.A.4已经消失了 B.A.5呢 就是我想大概四分一左右啦 就是现在新症 那现在已经有些新一些的变种 你打这个针的时候 就是针对B.A.4、B.A.5 那其实你已经追不到这些病毒的变种 应该说 就是只要这个疫苗仍然能够防止严重个案 防止重症的话呢 其实呢 真的没有这样的必要呢 不断地追这些新的变种 去做这些新的疫苗出来 因为你发展疫苗需要时间 你永远都追不到它的那种变种 还有看来呢 实际上呢 它的好处不是那么大 未必很值得花心机去这样做 年纪很大的人啦 免疫系统有问题的人啦 这些人呢 就打几多针都好 那打针呢 就出来那个免疫反应不好 那他们真的需要打加强剂 但是如果说普通人的话 年纪不是很大 那又没有什么特别其他严重的病的话呢 那其实你打三针的mRNA疫苗呢 那或者你打两针 接着中一次招呢 那基本上你患上重症的机会 已经就不是太高了 那附带都说一句啦 其实那些75岁以上的人啦 或者免疫系统真的弱的人 不断地打加强剂呢 效果都不会好 因为本身身体呢 就你打多少针都好 它制它的免疫反应就不好 那这些人 尤其是那些75岁以上的人 如果真的患了COVID 就应该6-Paslovid的 减低它呢 就重症入院的机会 主要我这条片呢 就让大家知道 那个principal是怎样的 就是原则是怎样的 那至于怎样去做呢 那当然要请教你的医生啦 好那多谢大家收看 那记住留言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